大家好,这里是中国之道Gio哥 那今天我又见了一个非常可爱的网友 来这位网友介绍一下 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的杨子成 初次见面,请多欢迎 那好,那第一天见面呢,肯定就是我们最喜欢玩的 那就是健身 今天我们开始练腿 来,走起来 那我觉得呢,对我来说做视频最大的一个收获 就是可以在网上解释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小朋友 那这位来自南广学院的小兄弟呢 他今天带给了我一样最好的礼物 那是什么礼物呢? 当然第一样了,就是我们都喜欢健身 然后我们大家可以看,在健身房去度过了美丽的时间 这个其实对我来说是我喜欢做的事情之一 那对我来说最最最最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他分享了他的生活 对吧,然后我们后来来到了咖啡店 他分享了什么呢? 就是他在上个月的时候呢,跟女朋友分手 那他是看着我的视频 然后一点一点的从他的这种坏情绪当中走出来的 那今天我跟他分享了很多 因为不知道肌肉哥在视频里有没有提过 因为肌肉哥最近也分手了 那当然了,对于一个在海外有过将近十年生活经验的中年人来说 分手这种事情 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是那么痛苦的事情了 那我希望能把我的所有的好的东西呢 能可以分享给需要帮助的人 这对肌肉哥来说是最最最最好的一个礼物 因为你希望你做的视频是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嘛 什么是价值就是可以帮助到别人 对吧 那我觉得啊,这位小兄弟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跟他聊天的同时 其实我也重新认识了自己 因为顿时就觉得平台这个东西可以让大家分享信息 那肌肉哥在像他这个年龄的时候呢 在生活中遇到很多不解的问题 其实基本上就是不解明白吗 就是你不停的错不停的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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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种死循环 但是我觉得平台已经让很多年轻人去重新去思考 什么是生活 什么是感情 如何自己规划的人生 那肌肉哥在这里还是要表示非常的这种敬佩的 因为肌肉哥在就像刚刚讲的在这个年龄 真的就是很无助的就是很容易迷失 对吧 那肌肉哥也是随着在国外生活这么长时间 独立面对生活以后呢 开始慢慢学会着去思考 去经历 然后去思考去经历去思考去经历 那我在国外看见了不一样的就是信息 就是包括个人情感 包括人生规划 对吧 对吧 那我觉得这些科学系统的这些信息是完全可以帮助到很多国内年轻人的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我们真的是花了很长时间在这边聊天 那喝完咖啡以后我们又决定一起去用晚餐 然后我们一起吃了 只有哥最喜欢的老头盖胶饭 对吧 希望这位小兄弟也能喜欢 那当然了我们也彼此之间互相分享了更多的个人兴趣爱好和未来的人生计划 那其实真的朋友真的就是我觉得是通过这种分享其实去了解彼此 这是朋友之间最有意义的事情 其实所谓的年龄啊 国籍啊 性别啊 都不是一个隔阂 那对吧 那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 去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分享给别人交换交换到别人的知识来提高自己 我觉得这个是朋友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了我今天感觉跟这位小兄弟聊过以后呢 他真的就是感觉很开心 他也会回头去认真思考我的话吧 其实我不建议啊 我说什么别人就听什么 因为肌肉哥也不能保证我说的东西都是完全对的 但是啊 你不能因为不对 然后就不够自信的去跟别人交流 还是要去分享去交流 那其实啊 我们今天聊 其实最好最好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我觉得我更加清晰了我的生活中 我更想要什么更想交什么样的朋友 然后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未来 怎么样去面对自己在国内的生活 那我希望啊 这位小兄弟在跟我交流以后 他也可以更明确的知道他自己生命中想要什么 其实说一千道以万 这就是肌肉哥今天收到最好最好的礼物啊 这也是肌肉哥非常热衷于做平台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平台真的不是在乎啊 你有多少的这个订阅者或者有多少的流量 嗯 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还是能把这种志同道合的人啊 让我们走在一起 让我们啊 彼此互相的沟通和了解 啊 最后还要说一句就是 这位小兄弟是学播音和主持的 那希望呢 肌肉哥也介意他 希望他能开始自己的频道 因为啊 少年强则国强嘛 那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做的比我们80后 做的更加好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那还是那句话 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们 记得点赞加关注 那祝大家度过美好的一天 还是那句话 Peace 我们下来的小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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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来的小伙伴